主料,鸡蛋10克,主料,低筋面粉90克,黄油90克,奶粉8克,百香果30克,糖粉40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黄油软化后,加入奶粉和糖粉,用打蛋器打至体积稍微膨胀,分次加入鸡蛋片,用打蛋器继续搅拌均匀,低筋面粉或筛后,倒入打好的黄油里搅拌, 再倒入百香果果肉搅拌,拌好的面团装入裱花袋中,于烤盘上铺上油纸,挤出饼形,烤箱熨熨200度,中层上下火烤至15分钟,至颜色金黄即可,烹饪技巧,要选用大号的裱花嘴,才不会挤出面不湿堵塞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